台北地检署侦办乐森案 日前传唤乐森科技董事长许金龙 以及前读董陈文茜 现任读董李永平 而今天上午前经济部长 乐森读董引起名 以证人的身份前往北检应讯 对于先前在国外传唤未到 他强调自己没有据传不到 自己是以证人身份来作证 是因为乐森案来作证吗 市长能够简单跟我们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 先别跳 好 第一个我没有据传不到 第二个是我回国的第一天 就请律师主动承报地检署 那地检署很快就安排今天的约理 那第三我会全力配合检调来调查 早日让这个案子能够水落水出 前经济部长乐森独立董事 引起名以证人身份出席北检应讯 外界聚焦先前引起名前往中国未归 是否避开约谈 他强调自己没有据传不到 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 引起名进入北检征讯 约莫20分钟之后快速离去 面对媒体提问 他只回答 谢谢